年代的港人成长 宫崎晋和前辈在1984年创立吉卜力工作室 创作过不少享誉国际的动画 今次的展览有大约1300幅手稿 包括《风之谷》、《再见迎火虫》、《魔女宅急变》 《风起尿》等等30多套动画作品 工作室去到现在仍然坚持着用手繪作为动画的基础 但由于版权问题 展出单位就要求我们不可以拍摄手稿的特写 展览里面也有卡通场景的实景 还记不记得这里在千与千尋的哪一幕出现过呢 数量很多和很全面 大家都知道做一套动画 通常作品就是完结了一套动画 中间的过程很多时候曾经被忽略过 刚才嘉宾都说了 有些人画了之后动画会扔掉去算 但这一次是很全面的可以将它们呈现出来 来参观展览的市民也可以参与创作 只要在这个工作坊上画一只自创的煤炭使轨 再贴上去就能够成为展览的一部分 展览星期三开始去到8月31号 在沙田的香港文化博物馆举行 无线电视机长李卓轻报道 另一方面的电视机长 原创作和画面地 跟字幕并竟然明显